女子正在附近 忽然飞来一只鹦鹉 好漂亮的鹦鹉啊 银儿快找个链子拴住它 小姐不要拴我 小生奶孙子楚 二人听后大吃一惊 不解孙子楚怎么变成鸟了 无缘得见小姐 只好画鸟飞来 小姐 看来这呆子真的变鸟了 阿宝被孙子楚的痴情深深感动 可叹如今变成鹦鹉人情一类 自己纵是改变出众 也不能成就这份姻缘啊 小生自知门第 与小姐天壤之别 一缘无妄 只求得尽方泽 早晚相守 余愿已足 阿宝听了更是感动不已 决定把鹦鹉就留在身边 夜里陪他就起安睡 白天陪他玩耍开心 只是担心孙子楚家里情况 让丫鬟悄悄去打他一番 孙子楚虽已弃绝三日 但是胸膛仍有余温 请来郎中束手无策 老管家也不忍入练下葬 丫鬟听了顿杆吃惊 赶忙回去告诉了小姐 阿宝认为与孙子楚有缘无分 感叹鹦鹉倘若能复辩为人 自己情愿与你白头偕老 小姐又康骗我 不 我所应是朕 孙子楚痴情淡不傻 说你当初让我砍了六指 在同意嫁我 结果你却为诺不从 害得我白搭一根手指头 阿宝解释当初 也是不知公子如此钟情 自己才口出戏言的 可是今日所言句句都是发自肺腑的呀 那你提示 苍天在上 孙龙子若能复辩为人 阿宝当誓死相从 如为誓言 天打雷轰 不得善终 鹦鹉听后当即叼走了阿宝的手帕 作为信物 阿宝猜想他准时飞回家了 让丫鬟赶紧过去看看 鹦鹉叼着手帕飞回家中 孙子楚也活了过来 正拿着手帕堵物四人 丫鬟这时赶了过来 公子 你手里拿的什么 你家小姐起事 巧生若父为人 既嫁我 这是你家小姐 送我的信使之物 手帕一块 丫鬟满心欢喜回去告诉小姐 阿宝也相信了心诚感天 决定嫁给孙子楚 即使父母万般不愿 他也要信守承诺非孙子楚不嫁 父母见状只好答应 成亲这天锣鼓喧天鞭炮几名 新婚之夜本应情话绵绵 但他二人早已在梦中说尽 就迫不及待的欢度春宵了 鹰哥传情使命完成 自己也结束了性命 夫妻二人珍惜这份姻缘 还特意见了一个鹰哥种击败 婚后孙子楚应当用功读书迎接春围 可他却夜夜只想着做那修修之事 孙子楚遵从贤妻之言用功读书 从不过问家里的花销 还是管家开口要钱 才知家里出现了经济危机 阿宝让他用功读书 自己不惜变卖嫁妆过度 甚至连自己的手镯都卖了 丫鬟劝他向娘家寻求资助 可阿宝认为人穷不能制端 出了嫁再去求父亲 当初又何苦不听劝要嫁给孙郎呢 可见知书达里的阿宝很有志向 孙子楚娶到这样的娘子 也不枉他当初一片痴心 然而英雄气短命运悲催 阎王只盼给了他二十来年的寿命 正在读书时突赶不适 而后就一并不起一致无效 还是准备后事吧 阿宝当场晕死过去 孙子楚也见了阎王 阿宝醒来伤心欲绝 回想了与丈夫短暂的幸福时光 他决定追随而去 孙夫人 孙夫人你怎么了 我 我创伤了 骑呦 喵呦 这个 Eles